天热了逛逛无银良品 这个无银良品是80年代 80年在日本创办的一个极简的品牌 在中国卖的这个价格偏高 你看这个裙子498 500块钱 但它的布料什么的比较好 这个比较适合人这个皮肤 人们就说啊 说现在这个经济 世界经济的下滑 和美国的什么1930年的萧条时期 很像开始了 但是呢 就是说在萧条中呢 也会有一些会崛起的 比如说这个无银良品就是 它真正的崛起 面向海外是在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的之后 90年代初的时候 在海外开分店 它在中国现在我看比较成功的 这个但是 能在日本路过的时候 还是在日本买比较合算 那个中国的价格 无银良品的价格比较贵 相对来说 它的简单的程度来说比较贵 它宣扬的是极简嘛 在日本的经济萧条这些年 有一些品牌是崛起的 比如说无银良品 优衣库 还有一些日本的几个牌子 就是说 人们说在经济下滑的时候 还是有机会的 是经济下滑 但是呢 会有些新的这个动向 如果你能抓住这些敏感的人们的心里的话 那么就会有很大的一个成功吧 我觉得这些箱子什么 最好是在日本买 在中国的这个价格 因为箱子什么不像衣服 它经常会有夏季折扣啊 什么季节 有季节性的折扣 但是这个这些东西是变化不大的 上海的这些无银良品的店 我觉得它的那个销售情况看起来是不错的 总是有很多人来买 它的那个食品 那个无银良品 还有那个餐饮 无银良品的那个餐厅比较推荐 上海有值得一试